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是轻微上涨 而英国和德国继续有所下跌 中国股市继续是在清明放假中没有开盘 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由于特朗普再次提出可能会考虑额外的1000亿美元的关税 导致美国三大指数均出现大幅下挫 其中标普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最少的跌了1.4% 最多的则下跌2.7%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因为股市的下跌而出现上涨 而原油价格则继续下跌 目前其他方面在比特币上 比特币价格在上周六和周日曾经一度是跌破了7000美元 现在由于索罗斯潜在的进场时机 导致全球投资者再一次蜂拥而入 比特币在今天白天时间段上涨7%回到7300美元 另外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呢在过去的两天中也是大幅下调188个点达到了过去两周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现在市场也是害怕人民币呢可能会以贬值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计划 好 今天的任何话题我们着重来说一下这个中美之间贸易争执之间的第二次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德州游戏的现在第二轮加码1000亿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美啊在上上周或者说在三月初提出的这个500亿的争议 结果在到上周四的白天时间段里面呢 美国时间白天时间段下周盘是周五 这个他提出呢是再一次把500亿是增加额外的1000亿 那这个也使得呢整个市场而为之震动 我们知道呢这次特朗普并没有像以前的性格一样 这一次呢这个目前的局面是出现了之前前所未有的经历 双方现在都似乎在玩的是一个德州游戏 各自呢压上了500亿 现在美国再一次加码1000亿 但是现在这次中国呢立刻回复 他没有pass 而是呢也同时加码了1000亿 那如果现在继续下一轮的话呢 双方在桌面上的筹码就达到了1500亿美元 那当然了在真正的德州游戏中 你要是到后面认怂了 那么你之前放上去的筹码可都就拿不回来了 但是毕竟现在在国际政治游戏中 特朗普即使现在说的是再多的钱 他之后呢一旦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那么之前的数都可以不算数 也就是说现在很有可能双方都是在虚张声势 尤其是美国这边 他希望呢通过这个巨大的压力 使得对手呢能够屈服 但是我们知道呢中国并不像是传统的西方其他国家 如果涉及到了中国的底线 那么别说是多1000亿了 就说是多1万亿美元 只要现在国家储备里有钱 照样还是能够赔得起 大不了呢就像几十年前一样 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支援生产 但是美国就不行了 我们知道美国毕竟呢 特朗普还不是一个人能做了算 他背后有共和党还有国会的反对力量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呢 为什么特朗普敢再次加码1000亿 就是说在之前500亿的程度之下 民意调查显示呢 特朗普的支持率居然还创了新高 这也使得特朗普现在是有恃无恐 能够呢再一次加码1000亿 所以但是未来的问题也就来了 大家也不知道美国的民众到底可以承受多大的资金量 是1000亿 2000亿 还是5000亿 是不是到了那个数值之后 如果特朗普继续加码 那民意调查就会下跌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毫无疑问 对于整一个金融市场来说 不用打到那么多的资金 在上周五晚上 美股的暴跌其实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目前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双方目前还是在呢 这个我们叫做有一些虚张声势 毕竟两个关税名单还没有真正开始落实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旦虚张声势变成了实锤 那么整个市场都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从美股的暴跌中 我们其实呢已经能够看出一些 所以说现在担惊受怕 如果说现在是担惊受怕 那么一旦实锤之后 那就是跳楼割肉 那么在另一边 我们也看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在上周过去两天时间里也是大幅下挫 达到了过去两周的最低价 所以说其实呢 这可能也是一个暗号 或者说一个暗示 告诉美国那边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对付你的关税条例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美国这边 现在已经加了一千个亿了 中美之间这一轮第二轮的这个德州游戏 双方已经把这个筹码呢 加到了一千五百亿 我们希望呢 双方能够尽快的做下来 把事情搞定 谈好 前面一千五百亿 通通做废不算 那么当然了 这些呢 对于我们这个这个小散户来说 也许都是一些太大 太远的事 有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可能要问 那么作为这个澳大利亚 在这次中美的贸易争议中 是不是也能从中获利呢 那我的回答简单来说是 如果我们不考虑 其他的因素的话 单从赚钱的角度来考虑 那么就说买家 跟这个卖家关系不好了 他很有可能去淘宝网 找另一个相同的卖家 那么美国的黄大豆 或者说猪肉 或者说其他的产品 他不进口了 价格太高 他就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 那么澳洲呢 也是作为现在是 钻石黄冠级的商家 也是中国可以考虑的 备选方案之一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 是建立在了一个基础之上 就是排除其他因素 我们说的其他因素 是什么因素呢 就是国际政治上的因素 众所周知呢 这个美国和澳洲是联盟国家 澳大利亚呢 是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 最大的盟友 所以在政治和军事上呢 澳洲毫无疑问 是向着美国的 但是中国这边呢 又是澳洲最大的 外贸伙伴 贸易伙伴 所以说 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中国对于澳洲的帮助 不是最大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让澳洲非常的为难 这个左右两边 都不能得罪 这怎么办呢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中美双方的争执 只是仅仅局限在 国际贸易上的话 那么澳洲很有可能 能够从中获利 但是如果中美双方的争议 从贸易上扩大到其他方面 比如说一些敏感问题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 涉及到军事领域的话 那么这接下来的冲突 将会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呢 澳大利亚毫无疑问 它就必须要选边站队 就不能像现在这样 含含糊糊糊在中间 还能够赚点中间差价盈利 当然我们谁也不希望 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希望这一场 这个争执啊 已经升级到了1500亿了 我们希望呢 双方能够尽快 把这个事情搞定 至于怎么搞定 私下里都没问题 只要让咱们老百姓 生活不要受到太大影响 就可以 好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 对于市场热点的评论 在今晚呢 12点30分 大家需要注意是加拿大 加拿大方面会公布 他们对于未来经济的 展望报告 届时呢 对于家园会有一些影响 除此之外的话呢 并没有其他重要的消息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